疑惑就是 剛才那個 我有稍微看一下 網路上的討論 大家也說 該BOYS跟TPA一樣 開場按到閃線 就說他戴錯符文 沒有啦 剛才OB有檢查過 就是他身上 那個李鑫身上 有好多AP 說這確實是有BUG 可能是他看錯頁 有可能是看錯頁 但是沒辦法再踢 他在台灣服 你是說看不懂就對 我曾經以前看過 就是要去韓服打 然後結果 他看不懂裡面文字 我以前沒有改那個伺服器的語氣 他就會 嗯 這個點數應該是多少 2.2級 這個應該是什麼屬性 這樣 看來看去看來看去 那可能要看數字吧 因為每一種屬性的數字 大小就是固定 有一點差距 30秒 直到Million spawn 對阿 來看 呃 啊 這個雙方的LV1 因為新加坡先鋒已經 竄進去對方的紅BUFF區 而且在自己的紅也有留下一個眼睛 應該是在LV1的情報上面會佔點優勢 不過FOR LUIS 啊現在露臉 這要說他們都還沒露臉 這樣子露臉變成 FOR LUIS單方面的被看到了 因為他大概猜到已經 紅已經被禁了 所以他才敢過這邊 但是新加坡先鋒的走法是 有一種想要賭他們的感覺 他現在又臨時改方向 有二殺四LV1非常強勁 要賭到了 賭到了 凱爾有點危險 可是二殺四這個撞的方向好像有點問題 不過仍然是在凱爾閃現過 想要狀況下 由鱷魚的點燃取得了手 殺凱爾甚至把劍插在地上 這個時候把劍拔起來 就可以成為下一陣的凱爾 好沒有啦 雖然剛剛沒有戳到是怪怪的 沒有關係 他沒有撞到真的很怪 他對我還是把他殺 對 他看起來很像是想要跳過牆 預判他會flash 結果沒有成功這樣 而且這個版本的二殺四 還是很強的 因為二殺四本來是 已經被削弱他的攻速 跟他E的傷害 可是他現在在 這個三項之地版裡面的二殺四 是完全沒有改動過的 相當猛的一個版本 新加坡先鋒又拉下這個手殺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好幾次都講到說 LV1情報是誰佔的優勢 但是因為一般的game 可能就是情報的優勢 但是不一定會行動 那新加坡先鋒這裡是 獲得情報優勢的一瞬間 立刻行動 然後並且把這個情報優勢 變成了手殺 LV1過來這邊有點拚 因為大概是兩個人搶 可能拿到這個籃 因為這個籃BUFF 我覺得大概就是要先放 畢竟看到雙人線在上路 應該說就是 Crowlux的雙人線在上路 所以他過來這個籃 是不可能拿得到 他只會被狂打一套 因為旁邊的鱷魚現在還是LV1 基本上是個沒有任何戰鬥力的生物 中路也有一個近戰的古拉格斯 遇上了遠程的凱合 然後也被對方搶上 二以後狂刷了兩套 中路的古拉格斯也是抱住他苦苦撐 但是Crowlux因為有水晶靈藥的關係 再加上 古拉格斯本身把天生的被動 可以混一些血 現在是撐住了 那我看來就是讓龍女主動一打二 其實這件事本身對龍女來說不是特別好 因為龍女在一打二的情況下 他的減兵數很容易落後 這 打出被動了 好帥喔 他就這樣閃線過牆以後 硬是把他被動打出來 然後接著扼薩斯也是選擇 交一個閃線以後再交跳過牆 現在問題是說 他們三個人的狀態很爛喔 看起來像是三打二 但這兩個只有一滴血的 根本就不能稱之為神 所以古拉格斯看起來也是即將往生 果然是往生的 但是Crowlux趕了上來以後呢 喔 竟然讓殘血一滴血的惡薩斯協助 然後取得了一個擊殺 那時候他有了雙buff惡向膽變身 Flash過強以後去追擊一個美魔的凱爾 確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不過這Flash並沒有能夠打出擊殺來 我覺得這個Flash應該只是說呈現一種 讓你見識提摩的厲害 然後再給他一個點燃 但是長你看看我的點燃 點燃完之後然後就 嗯 差一點點 好可惜 差點就把他殺了 然後隊友一看說明明就還有半條 不過現在拿到藍紅回來撐下路 我覺得龍女應該是會過得非常非常痛苦 這個遠程角色的前期對線 一旦拿到紅buff之後 那個近戰角色是會哭出來 什麼叫做痛不欲生 從現在龍女的表情都看得出來 他撿到這個紅 那我起不是要剉起來 而且上路這邊鱷魚雖然是一打二 不過其實鱷魚這個角色 在一打二對面上也不是特別弱勢 因為他其實Q級的減小兵 也可以清兵 然後他有一定的威脅能力跟衛衣能力 但是一塔殺他的時候 還會怕被暈壓塔下換掉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角色 以逆一路來數的算是蠻頂級的英雄 加上搭配像惡詐斯這種 帶強控場的角色出場 就是譬如說從正面上來 從Land上面衝出來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交閃就有擊殺可以打 而且不過惡詐斯現在已經沒有被動了 所以變成說 他現在在對打上面會比較劣勢一點 因為之前其實基本上 惡詐斯平常對打的時候很猛 因為他有被動 他現在沒有被動 但是鱷魚這樣衝上來 等於是擺明告訴對方說 惡詐斯到了 那鱷魚交閃還是死 而且這個惡詐斯沒有被動 我感到西加坡先鋒會送一個Double Kill 我感覺到 新加坡先鋒不再送一個Double Kill 我還要再送一個上塔 這波算是非常非常虧啊 這波是掉了這些東西 不算是可以不需要掉 因為鱷魚其實在 這地方惡詐斯來的情況下 他一定可以在塔內賺得好好的 也不肯被塔打 不是喔 我覺得那個 剛才Hallelujah跟那個 Ben 那個怎麼唸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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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那個 新加坡先鋒的鱷魚 他們兩個人的配合明顯出了一點差錯 就是鱷魚太早上 然後早上之後呢 等到惡詐斯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剩半血不到 而且惡詐斯還沒被動 這個完全是送頭來著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新加坡先鋒會不會因為 這一個 這一個 Play的失誤呢 導致他們 前半場都會 處於一種非常 劣勢的狀況 當然 提摩跟 西瓦娜的對決 絕對是提摩這邊 佔了極大的優勢 然後現在惡詐斯 要想辦法撞這個 凱爾 是由古拉克斯先撞到 這應該可以拿到擊殺 沒有問題 凱爾也是沒什麼招擾 在紅金鏈跟 多藍劍起手的凱爾 在這邊找到了擊殺 前就默默的打回來了 真是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安妮來到下路 換線了 因為受不了 那個 龍女再也受不了 龍女說 你放我跟一個藍紅的撐 我受不了 而換成安妮跟法洛斯 應該就不會這麼難對抗提摩 所以 兩臂佛路易斯的這個換線 就是為了要抓住提摩 那 接下來 新加坡先鋒要怎麼做呢 喔 新加坡先鋒因為看到 對方換線的時候 是縮到後面去吃光子巷 波路易斯 趁這個時間點上前吃龍 這龍我看到 不過好像沒有辦法阻止 因為新加坡先鋒這邊只有兩個人吃 波路易斯抓了一個蠻好的空檔來吃這條橋 就是掌握到 海路拉在上路出現的那個瞬間 他就開始壓這條龍 選擇相當不錯喔 惡薩斯 剛獲得被動回來之後 立刻就是 在上前 然後再打一次 待斧 這個待斧成功了 是用了 惡薩斯的被動 換下了龍女的頭 那 這個點上面 佛路易斯沒有機會 能夠再繼續 再抓一次這個惡薩斯 就很可惜 因為上一場也有講到的地方 就是說 惡薩斯沒有被動 一定要懲罰他 不然他被時間五分鐘過去 他走出來說 呵呵 又有思考 惡薩斯這個賣的是 三多藍劍 各位有三多藍 誰都不怕 三多藍劍的惡薩斯 在對打上面 比李星強的不只一個檔次 是個非常可怕的存在 因為惡薩斯其實 在血線過低的時候 W回血的效果真的蠻強烈 你如果爆發傷害不夠的話 是沒有辦法打贏他了 就像Jungle角色 你爆發傷害通常都不太夠 在那個 怡大師版的時候 曾有多次砍出惡薩斯的經驗 喔 玩怡大師砍出惡薩斯嗎 你一開始會覺得 那時候覺得自己贏定啦 然後結果被惡薩斯砍成肉醬 然後想說 這角色怪怪 這角色滿路 然後過不到50%血 我就想要眼看 哇 李星這個技法相當不錯 懲罰了這一個 沒有被動的惡薩斯 我覺得也是他自己打的 比較拚了一點 因為事實上 在這位置本來對方就是 三打你惡 他只有補拉格斯跟惡薩斯 兩個人在這邊 想要四機偷 但是等到李星的加入變成 四打惡一腳 把他踢過牆 踢進那個他隊友等待的凹槽裡面 也是踢得相當精準 那個算是十法有點瞎啊 因為他走太深了 他剛好一邊走一步之後 他刷那個波過去 往左邊走 剛好撞到李星 李星連摸眼也沒有 也沒有閃現 他就原地把他踢回去 然後就擴槍了 然後就當場蠶死 這這麼兇 這麼兇 明明就沒有 哇 被炸進二塔前面 然後 還有給他一個大絕 扛住了塔的傷害 接著他自己摸眼 拖出塔的攻擊範圍 惡薩斯要來報復了嗎 可是來不及囉 還有閃現上前 古拉格斯 雖然是穿了一個角度不錯的 蠻tricky的過牆 但是問題是 凱爾就在牆的旁邊啊 鱷魚到了 惡薩斯你沒有被動 你莫非是想要假扮有被動 是想要把李星制裁下來嗎 但李星的機動性非常好 原來 啊原來稻草人在這 這一個稻草人的接續攻擊 然後那次 結果反而變成是 Ford Lewis在下水角 也沒有啦 就一顆腳 但是 我是覺得整體打下來 還是新加坡旋風比較虧的 整體打下來應該是 SGS上的比較大可 對對對對對 應該是SGS水角下的比較大 哇這個閃現熊被躲過喔 哇 蕎薇 蕎將軍果然還是十分之厲害 我剛才安妮閃大他 看到安妮的閃光 自己就跟著閃光 這是新人類 算是一個蠻好的預判啦 就是他拆到這個點 你應該是要閃大 然後就直接閃走 這種情況其實 風險高 因為有可能安妮根本沒有想到閃 然後你先閃就 好吧那安妮也會說 安妮有誠意 下一次回來讓你死 對 這一次就放過你 既然你都閃 安妮說等我武術血你就知道 等我武術血應該也不用 只要法蘿斯走上來直接大 阿就中 就法蘿斯走上來就大你 阿阿阿你就被安妮暈了 這李鑫真的是打得 相當兇狠 最近看過最兇狠的李鑫 這是一個 兇狠型李鑫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找人撞的那一種 哇 兇狠兇兇 你看看隔牆一個Q1 Q2之後兇兇兇兇兇兇 秒殺了 成功秒殺掉 費德迪克 而且這古拉格斯的酒桶有一點費 歐 他把凱爾稍微救了出去 但是呢 他因為被掛了典燃 即使無敵 典燃的時間比無敵長 所以無敵結束了 他一滴血還是被鱷魚給點 鱷魚終於趕到了中路 有辦法制裁一下嗎 他們 是決定要制裁 阿阿阿 法蘿斯衝了上來 古拉格斯中大絕以後 一波角子下得又大又香又好 李鑫超猛阿 根本就是 東南亞 INSEC 這是李鑫超猛阿 他剛剛那個在旁邊 換了換句子 而且他那個切回來的點 就是他 他只是在對方的技能 就強GG沒有的時候 就切回來打 他一直都有切回來打 他雖然血線很低 可是他一直有換回來打 我覺得這場 弗路易斯打得極漂亮 而且全部都李鑫帶出來阿 那 身為 看了新加坡先鋒 看到第三年的一個 好主播 也是覺得有點難過喔 貝德提克吃一點跳出來 再加上 撞惡詐斯來帶被動 這一波打得相當的猛 但是 後續呢 因為貝德提克 PASS沒有上 沒有上 那惡詐斯其實 其實有兩條命 他也沒有道理在三個人之中 送被動 因為他站起來會馬上死 他是剛走過去的時候 最後追追 腦中在想的是 我技能CD有點糗 對 是收不掉阿 但是其實 追放如果不跟你站著打的話 你很難再繼續追追打 如果你沒有紅的話 或你沒有大 他剛有大就可以多看了多大 他開大之後 那個手的距離真的會搶 差很多 好 小瑤瑜非常努力的在下路進攻 然後多農一點錢 他已經農到全場最高CS了 而且是一個魔攻型的Temo SGS的對戰有個特點 是只要他們的隊長K0到 然後到了 然後打的那個會戰 通常都會 就會贏 就是他們的隊長K0只要到 那個會戰通常都打得還不錯 所以就是說 沒有隊長指揮 每個人的集體性能都會大幅掉 他們剛剛只要是沒有草人參加的會戰 通常都蠻奇慘的 就小會戰打完就 怎麼會這樣 OMG 這個 又要來做什麼 阿沒有 他沒有Q下去 我以為他會Q下去 然後就踹下去了 然後現在在想小龍 因為小龍10秒後就要出了 他剛這樣子SGS這個回家的點 其實掌握得不錯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回家 才有機會來爭奪掉小龍 這附近霸掌實在是很多阿 所以 阿中了 這附近霸掌實在蠻多的 然後這個熊霸掌Temo 會不斷地 這個在地上放肆霸掌 SGS剛才在X2老師談到的 好的timing上面 回家一過以後 現在果然是要來爭這條小龍 但是 波路易斯打的速度 遠超過他們可以處理的速度 蹦蹦蹦 沒了 他們是來得太慢了嗎 感覺是來得太慢了 因為 就是12秒前回 應該快要到 至少可以留個人打 我覺得是 他隊友沒有稍微賣一下 就是要上去稍微 碰 酒桶靠過去 稍微亂下他們 讓他們不要吃這麼快 像隊友到的話有機會打一波 因為這樣變成說 波路易斯用滿狀態 然後把這條小龍吃掉 他們還有機會 就來壓制SGS的塔 因為本來 譬如說狀態不好 一直被騷擾 如果殘血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防守 但是現在連這件事都沒有發生 而且反而是 波路易斯下路三個人集結 要壓這個下塔 雖然有辦法掌哥在防守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是很容易守下來 如果他們硬要壓的話 沒關係 旁邊還有二薩斯加費德提克 有費德提克 新加坡先鋒信心 安妮刺激 安妮刺激 安妮這樣子的 phase check 導致了 王死前 然後被無敵了 哇這無敵阿 這無敵非常精銳阿 無敵起來以後 把二薩斯費動給打掉了 好但Tmo衝上來成功下當安妮以後再往前 武拉克斯這次的大絕相當不錯 但後面那個柱子頂沒有錯過凱爾 沒有頂到 看起來稍微有點窮 不過沒關係 隨後一個普攻隨手 避掉了一滴血的凱爾之後呢 也是成功的讓二薩斯跳上懸崖去追擊法洛斯 最後死在Tmo的DOT下 你看我剛剛 這個講解非常的精準阿 果然是只要有K0的會戰 就會打得 就是換起來SGS就會賺 精準精準 剛剛是有K0的所以才會賺阿 這是新加坡先鋒現在陣型的特性 被你一眼看穿阿 所以重點就是想辦法讓他的 只要看到他輔助的點 就知道這個地方我要打 喔輔助在下路 我們上路趕快開戰阿 是有機會阿 他們上路打不贏我們阿 他們上路應該打不贏我們 他們現在失去他們的核心阿 我們有機會跟他們打贏的 不愧是XX老師 一眼看穿SGS的破綻 高阿 果然是高阿 所以下一次要BAN說 就先把他的草人跟暗尼一起弄掉阿 這樣他就沒有辦法發揮阿 你要讓他失去功能阿 原來是這樣 莫非您就是擁有千年眼的賽品 我相信下一次打他們就會BAN 我想想也都可以這樣做阿 反正好像沒有差很多 因為我覺得他要選Temo 我就讓他選阿 因為其實Temo這個角色 就是TBA有練過阿 練的時候覺得效用沒有那麼好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情況 沒有辦法發育得那麼強 他發育起來的時候當然是 不錯厲害的分推角阿 可是他終究是一個分推角阿 可是你說分推的性能 難道會比傑還強阿 我想應該是不會阿 就是你這樣想 難道會比發育好的傑或菲斯強阿 應該是很難阿 確實是這樣阿 還不如選一個 那你還不如 唉唷 喔 Temo的AP裝還沒有出得很好 所以說他現在踩到還沒有那麼痛 他如果把那個大面具出出來 踩到就會哭出來 藍色小兵 藍色防禦台被小兵摧毀 然後下路的法律仔在推 鱷魚受到蠻強烈的攻擊 然後這裡閃線上來以後 三個人先圍殺凱爾 讓凱爾連無敵都沒放就死了 但是安妮切了進來 安妮給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暈 古阿格斯下大絕 想要協助逃脫 卻沒有辦法 Keylin在旁邊 還先拉開一點距離 準備要來第二輪的CC了嗎 裝影斗篷出來 都打在安妮身上 追不上去 這一波的會戰交換完以後 感覺是平平 不會戰打完之後 我覺得應該是佛洛西斯 站了蠻大的上風 因為他們剛剛是4打5 所以剛剛等於是佛洛西斯4打5的會戰 然後還多拿一個頭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下路法律斯會有機會 壓掉這個下塔 當我看到法洛西斯的那一刻 我就發現 欸不太對 對 剛剛其實少了一個人 原來少了法洛西阿 而且他還快樂吃下塔 然後吃了一堆兵 吃了下塔 然後對比對面的提摩 151隻死兵 他也只不過輸 提摩剛基本上路做到一半之後 跑下去支援 不然的話 剛其實一樣對應會拿掉上塔 好快 提摩真的好快 提摩他的大面具 仍然還沒有出來 他先出一個雙贏斗篷 算是蠻 蠻這個 大概只有他會這樣大的一個打法 秋雨好像每一場都有這樣子 就是先出雙贏斗篷 我一開始還以為他要 就是要出跳前裝來 衝經濟 然後後來發現 沒有他沒有任何要衝經濟 而已 他的目標是雙贏斗篷 的戰狀況非常的詭矩 但是波路易斯的優勢 算是還蠻明顯的 那 但是 你又看不太出來 因為會戰打的都是 團亂 就是他們會戰都是 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加入 然後人都是慢慢的死去 就是這個 經濟的量只要拉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提摩效果才會 應該說總經濟只要拉大到一個值之後 提摩效果才會出來 因為提摩需要有那些核心裝備 所以他分推啊 或者是放香菇才會 讓人覺得很煩 而其實巧威這整場一直都在 賺錢 就是他不利 他想要衝經濟 他想要說等一下 我要趕快的 弄到有一天 你踩到我香菇的時候 你會慘叫 就是我這場的目的這樣 可是這樣就會變成 鱷魚的發育其實不好 你看現在鱷魚的士兵哥 只有113隻 就是他之兵不算是 他反而是一直很平於來參戰 所以他一直參戰的情況下 如果說會戰沒有打贏的話 鱷魚的經濟會被拉近一點 AD會很有機會把他射死 阿洛斯表示 阿洛斯表示 我現在之兵有領先他40隻 我大概領先他100隻 我就可以把他射死 阿洛斯說 哥經濟有點好 哥這一把 那個 黃霜 升級完之後 再出個鱷魚 你就呵呵了 3把武器到我身上 一個AD一個攻速再加上 再加上一個誤穿 就可以直接把他射死 阿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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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不可輸 剛剛會戰其實九桶的大絕放有點爛 所以說他們沒有打贏 他放在所有人的正中央 於是所有人都沒中了 他剛剛只要在第一瞬間 他要用九桶幫打小龍 難道是一個小桶子 扇星幫打流 喔 搶到了 這個時候就要大喊 哈哈他們殺Sky啦 有重視 很難相信 有兩邊都沒中擊啦 剛剛那個就是一個純粹拼 所以比較會尾而已 但是古拉哥是尾的相當好啊 彈以置信 剛才那一波九桶在下來他們應該拉著給他炸 然後每一個人都先拉好技能 等他炸完的瞬間 剛剛那個龍戰其實是古拉哥的傷害沒有打中 如果說在第一時間他還要戳到四個人的瞬間 鱷魚進去撈完一套 九桶馬上把大絕砸在那五個人身上 他只要硬砸下去 不管正行長怎麼樣 砸完之後會戰大概就贏了 因為他把這個傷害當一個AOE 用砸完之後大家就會贏啊 因為對方全部都砸到會慘了 後排可能會全部會掛 可是他剛剛沒有砸到 就變成說這個會戰就打 明明是還不錯的開局變成這樣 他只炸到一個凱爾喔 非常的慘 剛才路拉那個閃戳 我覺得應該已經是我最近看他的比賽裡面 最厲害的一次開戰了 對 閃戳戳中 閃戳戳中四人 你還能要求什麼 我想在最近看到二薩斯裡面已經 因為大家二薩斯一開始不熟 你可能還蠻常被他閃戳到 現在二薩斯整天看到二薩斯 大家都知道跟他保持距離 所以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二薩斯 可以閃戳四人這種事情 通常都是閃戳 然後誒沒中啊 哈哈對不起我錯了 閃戳完之後馬上就要跪下了 閃戳完道歉就是要跪下 先知要記 喔要打好久 這粽子 對安妮來說 對安妮來說相當的多血 所以安妮來說 粽子不但血很多 而且還非常危險 優毒 踩到會刷拆 因為他現在看到 提摩莊已經有大面具了 所以你現在踩到的話 會扣很大一格 阿妤經過這個位置被眼睛看到 莫非新加坡先鋒有機會 吉祥這一場嗎 不過霍霍路易斯雖然說 剛剛那小龍還是被偷走啊 不過他們前面對龍的掌握度比較高 而且他們的帶塔的速度也比較多 所以經濟一直都穩定的一個領先 安妮有先知要記 還是幫助佛霍路易斯的這個推進 相當的幫助啊 那 我覺得其實吉摩的那個霸掌 當然不是說你有先知就可以完全好 因為像放在草叢入口的地方 你走進去砰就爆了 那跟你有沒有先知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 終究就是 只要對方有先知的話 你的威脅性 沒有那麼的大 而且傷害輸出 大概有一半都是 我覺得全隊來講的話 只要古拉格是有砸到的話 我會覺得新加坡先鋒的 輸出比較好 新加坡先鋒的輸出 應該是普普通通 古拉格是有中的 因為提摩的會戰傷害其實還蠻低的 他就是走上去噴一下噴一下就這樣 因為對方不會踩到你的香菇 對方在跟你對打的時候是非常熱血 他是不會退後的 所以不會踩到香菇 他一定要在香菇陣裡面打提摩才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可是這個情況 現在HG是很難營造 因為 佛霍路易斯也知道我最怕你的香菇 所以說我就在塔前面光明震大跟你打 有彈底就開這樣 凱爾其實在會戰中持續的輸出能力非常非常大 而且 不過他其實對面有草人 草人如果閃孔到的話 的話他也會 喔 閃孔到了 直接秒 喔 nice 撞到以後閃孔 在這種起手控場的狀況下 凱爾是放不出大絕的 少了這個無敵以後呢 佛霍路易斯這一波是被秒殺凱爾 而且兩個人殘血 然後四個人打退五個 那蠻不科學的 傷害不太夠 因為提摩真的傷害不太夠 不過提摩就是 防守的時候其實還蠻強的 就是對方在親眼的時候壓力會很大 可是現在變成SGS 因為他只要稍微掌握這個草人閃孔 就可以硬抓掉凱爾環霍路易斯 不過鱷魚這一波十分之fail 大概fail到了世界的盡頭 鱷魚剛才鑽一下以後 因為沒有鑽到東西 所以不能鑽第二小豪 還是殺到寶石 他鑽地一下以後 我沒殺掉喔 沒殺掉 我還以為他會殺掉 有人砍到了 那有機會嗎 哇 這假裝逃跑回生一撞 這麼極限 沒東西 為了剛才那個鱷魚真的是很扯 欸唷 這邊殺到了 那他鑽地一下 然後因為沒有鑽到任何東西 所以他不能鑽第二下 於是他就選擇閃現過那個轉角出去想要開 然後接著因為距離不夠沒有暈到 然後轉一下也沒有轉到 等到打完以後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所以空氣造成劇烈的傷害 單挑 好 那個到底是智蠻2.5比較強 還是黃金右腳比較強 我想以提摩的血量來說 他應該是高速被踹死 他說他應該是一腳就被踢爆 對 他應該是 那個李星絕對不會用普攻打他 他就是Q1然後Q2R Q1Q2一拍地板以後R把它踢死 看起來SGS你掌握勝利的方程是 想辦法秒殺開二不要讓他動 這樣就會有機會打贏個會戰這樣 可是其實打起來也是很抖阿 因為敵摩的傷害 持續傷害真的不太夠 一波很厲害 對 他是你踩到香菇很厲害 可是老實說在正面對打的情況下 到底誰會踩到香菇阿 就是放在人群正中量 期待某個人會中 目前佛路易斯一樣是3000領先 這個對佛路易斯來說並不太好 因為弗路易斯的領先 其實在慢慢被往下拉了 就這個領先量你以為還會小 話說這個 二殺師的造型是 Postplay開了 兩個人相見面的時候 看起來頗為有趣 應該說二殺師要開大的時候 開大的時候會非常非常的響 李星Q1以後往右邊飛眼 然後飛完眼之後踩到一個香菇 炸了我 超級多血 哇 這個大局用掉 這空大 好像被看到 一定是有看到了吧 現在道歉也來不及啦 你已經用掉了 又一個香菇 哇 法洛斯哀嚎 哀嚎 因為剩下三分底血 還好他有相當不錯的洗血裝 有一把四血者 光是射小龍 就把血吸了上來 這是捨命爆塔 捨命爆塔 二殺師君 開了大絕之後 然後很長的一把劍 然後沒有被動 他就硬生生把塔砍掉 頭可斷 血可流 塔一定要爆 才 可是經濟居然還是三千塊的差距 其實經濟並沒有被拉開 雖然說就是有掉頭 因為他剛才硬換那種被打 他整個經濟還是稍微有hold住 所以SGS而言這也是個好消息 所以法洛斯而言 現在是想辦法把這個僵局打開 因為他們李星已經夠久了 只是一直沒有辦法打出一個很好的會戰 讓李星前期滾到的血球可以再往下打這樣 我覺得也是因為他們 沒有就是搶視野以後拉扯對方 因為你一直在中二塔前面 那是非常好守 你五個人站在中二塔前面 對方就 可是我古拉格斯清兵超強 威嚇你進不來這樣 然後就一直這樣 就這樣子 這件事情持續了快十分鐘 法路易斯 一直沒有想到什麼轉機 你看他們現在還是在帶中線 他一直沒有想到 什麼方法可以突破對方 附落金湯的防守 我覺得就是在對方有提摩佈陣 然後 古拉格斯清兵超快的狀況 現在你從正面去推中二塔 這部天方夜塔 其實主要是凱爾沒有帶進化 他被孔而死 他被孔而死的話 他的位置站位會滿受限 就不能點塔 就是比如說凱爾可能 買個頭金的話 他這個情況就可以直接解決 你居然孔我們 我要瞄解套無敵 反打也會戰 他就一定會贏 科技他有個方法 就是讓法洛斯去點 法洛斯被抓 就幫他套無敵就好了 突破盲點 突破盲點 對 洛斯去點 他真的出頭金 對 他出頭金他要解 因為他被孔就死了 可是這樣子 他出到這個裝 之後SGS 剛剛那個打破口的方法 現在就不太適用了 因為他剛剛是在凱爾套無敵之前 先把他秒殺 所以他平弱的傷害 才可以打贏這個會戰 現在就看說 Hallelujah 有沒有辦法 像前面一個龍區會戰一樣 打那種神奇的閃撞士 我看看 提摩現在買的裝備 到底傷害有沒有夠 殺肉 肯定是不夠 因為眼睛偵測到的關係 提摩開始雙贏抖攻 上前以後呢 法洛斯決定出大絕阻斷這一波追擊 因為他們事實上被cut的非常嚴重 有這個必要 不過法洛斯的大絕不斷傳染 還定住了 喬尾的提摩 然後把他定在一個蠻 糟糕的位置 又被多射了兩箭 所以喬尾半血的狀況下 新加坡先鋒應該會撤退 而這一波搶到 反而搶回cut 那個Bullis搶回cut 再加上血線優勢 往前直貫 新加坡先鋒會不會就此 守不住中二塔 中二塔應該是蠻難守住的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拿兵贏 拳拳打中 就李星這麼兇狠喔 可以硬彈啊 然後接下來就要對巴隆區做一下視野 壓迫一下 成功的做到了這個視野 而新加坡先鋒的粉絲正在怒推下二塔 那粉絲非常多啊 看起來大概有三四十個在那邊站著吧 有這麼聲勢浩大的粉絲正呢 給新加坡先鋒相當程度的信心 新加坡先鋒上前 裡面的這一根眼睛 可以說For Lewis真的擦得非常精銳 這邊粉絲推不完 那也被反推了 For Lewis的粉絲也相當給力 偷籃 偷籃以後上半邊應該是鱷魚的位置之外呢 For Lewis都看不到的 知道他們在偷 是不是要轉一波下呢 剛才現在轉過來有一點點機會 但是法洛斯衝過來了 對方全部衝過來了 下塔頂多擋個兩下吧 轉過來應該是一個鏡像吧 變成是剛剛是For Lewis推中二塔 現在是SGS推下二塔 已經要過來 從側面進來的時候 安妮的大絕非常漂亮 運到二塔斯加鱷魚 二塔斯進去義無反顧 以捨身取義 就決定要犧牲自己成就隊友了 他現在逃了出來 講好捨身取義了 但是提摩被 凱爾給砍倒的狀態下 新加坡先鋒有一種要完蛋的感覺 古拉克斯丟出一個小九頭 中了Q1 Q2 然後可是他飛回去了 已經飛回去了 提摩死前沒有按到驚人 剛剛是最後被閃線上來砍一刀砍死 來不及 開那個刀直接揮到把他揮死 就算他開鏡眼應該也沒什麼 因為他醒來還是要被砍那一刀 這GS整體的會戰傷害太依賴 就是挑比這個提摩輸出 可是提摩其實打前排的速度不夠快 傷害不夠大 對方龍女已經有一件正分盔獎 然後人人的理心也開始出 一件腹肌斗篷嗎 但人人有模仿 你看連法洛斯都有 人人有模仿 在狀態下 提摩實在是打不出東西 已經上前 已經砍巴龍 然後加上龍女上來幫忙輸出 幫忙輸出以後 法洛斯射一發破甲間接的人走上來 惡薩斯已經趕到了 新加坡先鋒趕上來 這個時間點還不錯 撞進去 他重擊到了巴龍 殺死蓋啦 輪流殺死蓋 法洛斯在那邊殺死蓋 不對 法洛斯殺死蓋兩次 然後吃小龍也殺死蓋一次 吃大龍也想殺死蓋一次 吃到了以後 這個驚人的點還不錯 閃現過牆 閃孔以後閃過牆 但是鱷魚被賣了 哇差點被火球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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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剛剛其實最後覺得他不會死 他還過去噴了一下來拍照 是 法洛斯的這個大絕很像對對方噴灑出大量的敵人 哇這個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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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可以 無敵裝號 痛到要無敵 他沒放就死啦 對 因為他被塔瞄啊 沒放就死 那麼這一波可以拿到兵營 可以拿到兵營 是4路易斯的勝利 雖然是巴龍噴掉了 但是拿到了兵營 會戰上來講 果然還是跟我們前兩次講的一樣 SGS的輸出不太給力 SGS AD 畢竟穩定輸出只有一個提摩啊 可是提摩輸出老實說不太穩定 因為提摩少了個大絕 然後他手也不算特別長啊 算中長距離 剛才被法洛斯的大絕一劍噴死這種畫面 其實是很少見 我很少看到有人是死雲的玩意兒的傷害 因為是有傷害 不過通常不會死雲的傷害 通常是中了之後然後被亂棍打死 是 喔 你聽飛上來以後呢 給了他一個小孔 就是要反向殺死蓋 果然Q2重擊 啊 他丁黃了啊 又被點走 他丁黃 他守住了這個丁黃 喔他丁黃了 是 他剛Q2加重擊搶輸 呃 5位喔 沒想到盧雅居然 現在這麼厲害了 會讓別人殺死蓋又丁黃 超猛超猛 還不錯啊 但是新加坡先鋒仍然是非常劣勢 感覺還是很有機會 有很大一個機會會輸啊 因為輸出上來講幾個會戰看下來都是 不管你前面做得多好 會戰收尾的地方就是被對方砍成肉醬 這場來說的話我覺得把喬比的角色混成凱特里 然後他大概也做得到之前所有的事情 然後他會戰會更強 就是那些單人分推的情況他是凱特里一定都做得到 他是犯也都做得到 然後會戰的發揮應該都是更好 這凱爾現在是很大一隻啊 到底該如何對付他 這凱爾現在是逢人就砍啊 他現在有那個金刀再加上這個羽毛劍 這兩件裝出出來就是猛 就是憤怒之刃 鬼鎖的狂暴力刃 對這個已經記不太起來了 吼 娜什幾樣 對 娜什什2 這兩把 凱爾的標準配裝 因為狂暴力刃 在S3加了一血量的時候 可以狂暴加雙吸血 對凱爾來說是非常好用 他現在要在衝的是帽子 他出了帽子之後打人是秒殺 凱爾其實 凱爾其實現在的裝備裡面 主要是要出 主要是要出帽子 因為他其實現在AP傷害大比較多 他主要傷害都在AP上面 就是Q的那個爆發會很痛 如果是現在的凱爾的話 因為現在凱爾其實跟 田律潔不太一樣 不太流行疊普攻那麼大的傷害 只是他現在這兩件裝 就是NAS之牙跟 鬼手狂暴之刃 都是疊普攻傷害的裝備 他這個是走一個相當普攻流的 對那他的普攻就是 打到五架之後 你就掉15%的物魔防 其實相當過分 就是來打普攻打 面對這種打普攻的對手 鱷魚其實反而應該要先出的是 就是守望者開架的 應該說冰心再加上歐門 兩邊一起出門 就其實AD打你的時候 就會極端痛苦 所以這場其實 FORUSH有兩隻AD 就是法洛斯跟凱爾 其實都算是AD輸出型 傷害的技術不是 可是輸出的模式就是AD 又是普攻嘛 他就是一直狂砍你喔 所以你只要把他的攻速降下來 就不會這麼痛 然後呢 下路的部分這一波又來襲擊了 那因為有兩隻遠程物理攻擊角 遠程普攻角 在壓塔上面來講 FORUSH是有一些優勢 但吸力壓會先鋒應該也發現到 自己前幾隻會戰的 有點問題 所以現在已經不敢貿然開戰 要對方稍微 譬如說進來吃到塔的傷害 讓塔幫輸出 這會戰獲勝的希望才比較好 別人考驗FORUS進攻的藝術阿 新加坡新鋒主要是沒有給鱷魚太大的經濟 所以才會變得比較僵 因為他每個會戰都一直就要去幫阿 對 就是他一直讓鱷魚來參加四打四的會戰 沒有讓鱷魚去分推 他如果讓鱷魚去分推之後 鱷魚的經濟會很好 他就不太可能被FORUS收掉 反正他每個會戰都可以在FORUS秒殺 他就一直騎著他把他殺 這次反正反正 喔這個眼睛的位置他很精銳 這眼睛就是他那個牆邊 是不太容易被ORICO看到 除非他路過那個地方 就是現在先知的距離真的很近 有很多這種奇怪的點是看不到的 因為一般來說輔助也不會從三郎過 他都在檢查草叢 因為他吃不了 他路過也吃不了 所以他不會想過 迪星在後面只是單單 可是FORUS的隊型未免也太散 安妮側邊進來 這樣子是要開了嗎 安妮騎好了暈了嗎 安妮要閃大了嗎 安妮閃出去以後呢 惡莎斯也跟著閃 Hallelujah反應速度非常的快 那安妮只能 幸好對安妮來說 他閃完以後大絕沒暗 怎麼又是嘗試切他中路啊 哄西斧 西斧又來啦 要切他中路啊 哄西斧攻他中路 喔 水晶兵已經升了 那鱷魚的位置算是被CUT比較外面 CUT比較外面 但是因為法洛斯沒有上來的話就射不死他 法洛斯上來幫射 現在是雙方分成兩環在對戰 惡莎斯絕金拿命去換這個開戰 還有交閃線 他被炸進去 但是交閃線出來以後 進入了鬼索狂暴力刃狂暴模式 可以獲得非常高的雙吸血 就是普攻吸血加技能吸血 這個狀態下 這招最扯的地方是他只要維持作戰 他普攻小兵也可以 他只要沒有脫離戰鬥 就是任何時候普攻小兵一下 或是打一下塔都可以 他就可以一直維持這個雙吸 就算你吸滿還是可以一直維持那個雙吸 這蠻奇怪的 而且這個作戰非常難脫離 他好像要10幾秒才會脫離吧 他這真的很難脫離喔 你看他身上還有那個圈圈 他沒有脫離 他身上有那個圈圈 就是代表他有雙吸 不過這時候是要選擇撤退了嗎 還在還在有沒有 還沒脫離 他進入CT之後 他的那個劍就會進CT 灰掉 還沒有進 你看他現在已經晃到 跟他巴龍才不見 灰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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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一次巴龍 For Luis 到底這隻會丁黃 還是會殺Sky 這隻裡面沒有視野阿 應該是不會殺Sky吧 我不知道 而且對面的Jungle躺在地上阿 這就更不容易殺Sky 惡殺Sky 躺著 下一次沒有辦法 古拉格是連靠近都沒有辦法 所以最後是被 法洛斯射掉阿 因為李星沒有重擊 那剛才是彈的什麼 彈的什麼 彈的藍BUB 是看不到欸 我想說那東西現在還會在空中彈跳 吃完了巴龍For Luis 應該是相當程度的優勢阿 這一波又有中兵營上兵營 我覺得結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打兩路兵營再加一個巴龍BUB 跟經濟差不多領先8000塊錢 我覺得這個點應該是蠻輕鬆就可以獲勝 我就贏壓一下喔 我是超超老師交給你 呵呵呵 你就躺在那邊贏壓一下 我就在椅子上贏壓一下 SYS有機會拿到這條小龍 這個小龍這樣會是他們湊齊的第四顆龍 我跟你講他們有一顆是巴龍豬阿 真厲害 Sky來了 Sky來了 可是 可是即使如此 真的還是沒有辦法 打破局面 因為會戰輸出 怎麼看都像是 歐路易斯 怒壓他們一大姐 就是A過去就會贏 SYS這個會戰可能就連李星都殺不太掉 可是李星可能已經是 右邊處安妮就在最軟的人 而且他站最前面 現在有個復活甲 你說可以殺他我還真不相信 李星那個裝備算蠻豪華的 可是我相信如果 把這個提摩裝備等價值 轉換到凱特林身上 我覺得這個李星還是得死阿 他應該頂得住也頂不了太久阿 就是還是會死阿 封閣 費德提克從開場到現在 好像沒有買過裝備 你看對面的安妮 比較優勢 不過他買了一個軍團盾 哈哈 也是買了一個軍團盾 但是 新加坡先鋒K0 然後就是費德提克 他說一次買五六隻 呃超過五隻 可能五到十隻的綠岩 再加一份眼 然後什麼裝備都不錯 買很多綠岩可能有 就是打折吧 所以他買那麼多 沒有其實買 其實買 幫斗是不是 欸有幫斗包 你看那個商人有隱藏選項 就只是買很多綠岩 沒有不好阿 我還以為是 呃 就是有很多眼就可以 附送一張嗆嗆卷之類 你說 可是他不是假盒子 他辦不到阿 他居然買了眼 他是個草人 他什麼都做不了 這草人居然插了眼 還是會死嗎 其實是反而草人上要帶一隻粉眼 就是自己要跳那個點 用粉眼插下去 看一下旁邊有沒有別人的眼睛 這樣才可以確定 自己跳的點是 有沒有問題 不過對方兩先知 再怎麼樣視野上 都不可能掌控的下來 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打不出去 哇 這裡已經也太瘋狂了吧 我們開場到現在 他好硬阿 真的是超級的硬 然後我們開場到現在都已經很兇 而且你看 在下路糾纏 然後SGS家裡就大爆炸 那二薩斯去清了 那就要被開阿 上中路是大爆炸 而且二薩斯現在打小兵 應該是蠻痛苦阿 看他現在打小兵 我都懷疑他打不打得贏 然後他的裝備並沒有攻擊 所以我們滿地都是 接著的死型 又滿地都是很好 俗稱屍痕騙的 這是一個三路兵營全爆 完全被壓制 氣光頭 氣光頭 氣光頭形 在 What's the mo say GG 那他就會講 就是蠻壓倒性的 只是說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在 花時間在 新加坡先鋒的中二塔 那邊一直打不進去 那邊比較怪 但是 從前面李星的各種Gank跟開戰 雖然新加坡先鋒一直想辦法跟他互游往來 沒有錯 可是 優勢都是 每一次的交換優勢 慢慢都是給Full Lewis一些 給Full Lewis一些 對 因為前面 我想前面HGS大概只有贏兩個小徽章 欸贏的幅度也不大 就是多換一個頭而已 然後他投入人刺激也都比較多 新加坡先鋒就是 比較想要打一個多打掃 可是 好幾次的Fail 就多打掃要成功 通常是你的角色強開還會很強 要硬抓到那個人 要把他秒 爆發傷害要大了一點 不要讓他有機會